請非常有理想性的張部長 張部長請 部長辛苦了 我想台灣其實學生長久以來 這個升學壓力很重 那也因為升學壓力很重 其實我們的基本教育 其實對於科學這個區塊 我覺得是越來越薄弱 因為21世紀是數位媒體的時代 沒有錯嘛 而且跟科技的發展又息息相關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如果我們在底層的學生 從國小 國中 高中的培養過程 其實在科學的認知 或科學的態度 或科學的素養不夠的時候 其實是很容易造成 未來很多的困擾 以至於說你現在要推動了 3G 4G 5G等等 會有很大的阻礙性 我舉個例子 電磁波對人體是不是有害 你知道現階段很多電信工具 其實是很困擾 就是說當民眾希望說 我用的通訊設備 是能夠充分被滿足 我訊息是非常好 但是相對的 他們對於基地台的設置 又相對是很擔憂 所以這是矛盾的 我的收訊要好 但是我又不讓你架設基地台 所以這導致現階段 很多電信公司就是摯愛難行 當你要普及率要高 收訊率要好 這個未來3G 4G 5G都是面臨同樣的問題 那這個區塊我們怎麼樣去落實 怎麼樣去宣導 我覺得如果沒有向下扎根 沒有跟教育部共同合作 光靠你科技發展 你去努力去做 到最後阻礙還是非常的大 至愛難行啊 科技部對於這個區塊 怎麼去做適度的 不管是價值觀 或者觀念的落實 科學相關知識的提升 這個區塊怎麼做呢 就像您剛剛提到的說 要落實到學校去 其實最後一理啊 就是最後第一線 要去推這事情是教育部 但是我們會跟教育部去 我們其實現在正在規劃一些 我們跟教育部要跨部位協調的事情 這個科技普及教育的這個事項 我們會跟教育部好好來談 希望他們能夠把我們做出來的研究成果 能夠push到學校去 因為基本上以現階段的一個教育體制 到了高中之後其實他就分流了 對 所以你所謂的科學知識這個區塊 就很越來越薄落掉了 這個可能可以往更低下 所以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有害什麼是無害 其實他們沒有辦法 有很清楚的認知跟判斷 是 我說如果以年輕人或我們這個高中生 他就沒辦法很清楚去判斷 這樣的價值觀的時候 我說未來 我說這個老一代的50歲以上 他們怎麼知道這是有害這是無害 所以很容易以而傳惡 大家說這個不對這個有害 大家就害怕 害怕恐懼就出來了 所以換言之很多的政策都是一樣 包括食品安全 包括核安 因為大家認知不夠 基本判斷不足的時候 就很容易被錯誤的相關的訊息去引導 對 沒有錯 尤其現在我們科技網路又這麼的充分 所以現階段這一次的服貌也是一樣 對 因為很多的懶人包 他訊息有些是對有些是錯 有些是非常離譜 對 所以導致大家很簡單去閱讀 但是很容易就先入為主 就灌輸了錯的觀念 所以即使你政府在用很多的力量去做宣導 大家都聽不進去 因為已經先入為主了 對 所以我要告訴部長的事 就是說應該要向下扎根 如果是確定他的正確的科學的素養 我覺得這是重要的 同意 完全同意 所以我覺得要具體的行動跟計畫 如果跟教育部共同來努力 會的 就是說像現階段記憶台的設置 大家就變成是走偏門嗎 私底下私鄉瘦瘦 盡量去用美化 美觀 做得很時尚 讓大家不被發現 晚上偷偷去架設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去達到他的目的 那這或許也是不得不的一種手段 但是這就是 這就背離社會的一個 整體的一個形象跟作為 是 對 是不是 對 非常辛苦 所以我說現階段 我們要去突破 未來4G要走得順 5G要走得順 一樣面臨同樣的問題 所以要未雨綢繆 未雨綢繆 怎麼去訂定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方案 能夠去落實到 向下扎根這個區塊 怎麼鼓勵 我們所有的基本的認知說 電磁波到底有害無害 對 對 對 你怎麼去做宣導呢 能不能跟教育部去做更具體的結合呢 可以啊 其實這個電磁波宣導NCC過去都有一些宣傳 宣導資料 但是老實說並沒有落實到 你剛剛講學校這一塊 所以其實我們科技部可以協助他們 把他們再往下再多做一點 好部長我想我點出問題啦 因為很多的政策你要去能夠落實 其實你從下面到上面這個區塊 你必須要先做好 要不然你在上面空談政策 大家聽不進去嘛 對 就像現階段我們這個要校園下鄉 去說明福茂 很多學生一開始他就已經先入為主了 你根本說他根本聽不進去嘛 一樣的道理嘛 如果說在國中高中甚至大學 他有養成一定的科學素養 你為了在推動任何政策的時候 就容易被接受 是 就容易被接受嘛 好另外去年啊 國科會跟業界合作參與了台灣動畫電影 夢見 我不曉得 部長你知不知道 知道 我今天報告裡面有照片 基本上他最大的特色就2D結合3D 這是那個最大的一個主軸跟特色 對 那我想這個是華人第一部 做這樣大膽的嘗試的一個電影 但是基本上本期是肯定 這個國科會對於電影動畫的協助 但是呢 我一定也非常深刻的了解說 其實這樣的一個電影 其實國人沒有多少人知道 是有這個問題 換言之啦 我們在做相關的產業發展的宣導 是相對是消極的各自為政 所以換言之啦 我們做了很多的努力 很好的產品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跟社會做結合 跟產業做結合 跟行銷做結合 導致很多人不曉得你的好的東西啊 人家說好的東西 好東西跟好朋友分享啊 對 但是我說你做盤頭啦 自己做做 自己開心 自己開心就好啦 這個您講的沒錯 電影的這個行銷應該是製作單位的責任 但是這電影既然用了科技的動畫去做 其實是有點賣點喔 這部分我們是可以幫忙他去 在行銷上面打點訴求 部長我想我們不要去講很空的東西啦 我還是具體去談啦 就是說我們其實過去做了很多努力 台灣也不缺人才 有很多的相關的這種數位的這種作品出來 但是為什麼在這個國際競爭 跟國際接軌這個區塊 我們一直面臨很大的阻礙 很大的阻礙 我想21世紀是數位媒體的時代啦 我想舉凡 不管是數位出版 數位音樂 數位典藏 數位遊戲 數位行動 數位動畫等等 產業是百花齊放啊 那尤其寬頻網路帶來的媒體全方位的服務 例如視訊會議 例如虛擬商店 網路銀行 遠距教學等等 改變了我們現代人所有的生活模式啊 我想這是不爭的事實啊 我們去了解過去啊 從80到90年代 台灣其實曾經是美國迪士尼 包括日本卡通公司的最愛啊 因為我們代工品質一流啊 但是我們這幾年我們自己來看 但是我們在鎖定 我們過去只有鎖定在電影 所以它影響力是很有限的 你看現在日本也好 韓國也好 歐美市場也好 他們是變成一個產業鏈 把漫畫 動畫 電玩 產業綁在一起啊 變成是文創啊 這力量就大啦 對 這個跟它前滾前的道理是一樣啊 我們每一個單位 我們每一個區塊我們都有人才 但如何把它結合在一塊 變成是一個產業鏈 變成是一個文創的產業 能夠行銷到國際 這個區塊我們過去都沒有在做啊 我們為什麼以前國科會底下的國研院 願意投入的動畫其實就是要降低門檻 這個動畫的製作其實電腦需要的量不少 一般的中小型的這個業者負擔不起 所以國研院跳出來就是把這個門檻降低 這個是技術的部分 那至於說整個文創產業的這個供應鏈 這個就是我們要跟文化部好好談 我在報告裡面有特別提到說 我們跟文化部要設立一個跨部會的平台啊 就是要把這個文創產業產業鏈裡面 科技能夠幫忙部分先把它兜齊 然後看能不能把它一起串接起來 那個我們在這個文化部編列的高畫質節目 那個預算那個是屬於科技預算 我們在那邊就有特別去請文化部 加強這一塊的運用 部長其實我在想如果台灣啊 在這方面的人才沒有 那我想我們摸摸鼻子也就算了啦 但台灣不缺人才啊 應該是有的啦 問題說我們的人材很好啦 也很多啦 但是我們的產業政策啦 動漫的相關動畫相關的產業政策 我們沒有一貫性 就做半圖啦 做這個就沒有了 也沒有把它結合起來 也沒有把它做一個整體的整合 例如說現在 那這個漫畫是屬於文化部主管 這個動畫產職是經濟部來主管 動畫的協助是科技部來主管 三合一啊 三位能不能一起啊 如何去整合這樣的資源 能夠讓我們好的東西 能夠行銷到國際 而且在國際市場 能夠佔有一定的競爭力 這應該是我們怎麼做的嘛 那科技就是手當其衝嘛 我們跟文化部要成立這個跨部的平台 就是要做剛才委員想的事情 好不好部長 我想我點出幾個問題啦 第一個向下扎根啦 教育層面的問題 如果跟教育部去做合作 另外就是針對整體的產業的整合 如果讓人才能夠匯流 讓相關的資源能夠進來 那你做統一的窗口去做國際的競爭 這就是我們國家的競爭嘛 產業沒有政策 有人才也沒有用啊 對 好不好部長加油好不好 謝謝 謝謝委員 接著請政力軍委員 請教育層面 這就是鍵 給你 請教育層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